《龙马近世》这部电影讲的是 龙护士的守护 心灵所爱的故事 就是对电影的执念 对电影的爱 拍戏对我来讲就是习惯性的工作 我对你喜欢听听 开车 来 什么都在意 然后身后的每一个事情做的 如果不尽然 不到位他能马上会去指出来 就是病人脱来一点点 好 当工作需要他的时候 他真的是屁股反顾 他膝盖需要做手术 担心回到我拍数 那他又把手术往后拍 然后打了封闭来到现场 本来这个封闭可以半年让你不通 现在二十天后已经开始痛了 这不应该做的动作 跑啊 跳啊 令到戏好也不错了 我打个好拼 打个好拼 但是慢慢其实也录落到一件事情 大哥说我没有在拼 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 再来一遍 一场大哭的戏 当你酝酿要哭的时候 你就听见后面要找人 你根本没法集中 他号称就走过来说 你看着我 我知道他过来是帮助我入情绪 这个令到我非常感动 他能在完全调动自己情绪的同时 又会注意到对手的情绪上的分寸 大哥看到他这双眼睛 然后有一下就触动了 谢谢小宝 扎马步其实非常考验演员的这个 毕竟麒麟他也不是恋战 扎炖 我跟他聊腕子来的 下面用了一个真的点燃的香 所以但凡他稍微吐一松之烧 坐下去老想 就真的会烫的 我已经坐香上了 我已经感受到了 麒麟应该是没有这个天分 后面这影响玩命在撑着 就升扛 他这个状态就出来了 就效果特别好 对后辈特别疼爱 平等对待 每一个人 都是龙票 别来这边指示 我就做领虚 做的时候要学 我以前做领虚演员也是学习 把任何一个人不要耽误 就保护每一个人 你们送一下 快点水 送一下头 你自己有没有绑个安全带 多疼 好多了 不知道是今天再听一次 这个舞系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以最大程度保护舞台演员的安全 你看 多疼你 我刚刚看他头下地 你做一个动作 看地下有没有石头 那个地方有没有钉子 所有人去帮助一个人 去完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 整个剧组的团结 核心率 研究剧情 研究高难度更多 这么一群人 一组人所固定爆发出来的 这种热情热爱 我觉得鲁马精神就是 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们都有一种奋不孤身的 清尽纯丽的去付出 不忘初心的热爱 谢谢各位 谢谢 太唱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